欢迎收看百科股报,我是琼威 妇女部副部长周美芬指出 大马人口迅速老化 联合国预计在2035年 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会占据总人数的15% 到时候大马将列入老人国行列 他表示,华人老化的问题最为严重 过去的2010年,60岁以上的华裔老人占华人总人数12.16% 预计在2020年,有关数据则将上升至16.9% 反观物译和印译分别只占了9.12%和12.15% 周美芬表示,生育率下降 尤其华裔是人口迅速老化的关键因素 目前全国15岁到49岁女性平均只生2.2人 到了2020年,预计每6人就需照顾一个老人 他建议政府投资在保健系统、终身学习和家常社会保障等等 以位与筹谋 换个焦点 大马的大耳龙活动依旧猖狂 根据数据,警方去年共接获624宗有关大耳龙的投报 比前年的419宗增加了205宗 而涉及款额也从大约430万令吉 暴增将近8倍至3000多万令吉 此时雪州就已占了高达1300万令吉 另外,警方去年也逮捕了509名大耳龙 当中以雪州和霹雳州的占罪多数 警方呼吁民众不要被大耳龙招贴所骗 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在印尼雅加达方生恐袭后 联邦指甲区部长东关安南透露 从所接获的情报显示 吉隆坡除了观光景点 一些高级住宅区也是受威胁地区 根据Ashro Awani报道 东关安南直接点凌这些被恐怖分子盯上的地点 包括吉隆坡塔 五级缅登 孟沙 哈达马斯 以及达曼萨拉 而根据新海峡时报报道 东关安南还特别点凌了哈达马斯一带的几个购物商场 那就是Bablica和Solaris 另外还有The Curve 他表示将提升这些地区的安全警戒 而早前全国总警长哈里下令将全国安全警戒提升到最高级别 雪州和柔福的警方叫后也以加派人手在主要地区巡逻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